这名女子挣扎着反抗着缠绕在她手腕上的绳索,然后她尖叫了起来,那是一种纯粹的恐惧之声,是她从原始大脑最黑暗的角落里发出的尖叫,在她面前,狼低下了头,从一边摇摆到另一边,露出牙齿,咆哮着,她的耳朵贴在头上,甚至在她最痛苦的噩梦中。 这名女子也没想过自己的生命会以这种方式结束,维拉,帕波夫和她的孪生兄妹弗拉基米尔,古列夫住在俄罗斯高加索山脉的山路,他们俩都是专门研究狼群的保护主义者,这些动物从维拉基一起就深深地吸引着她,她一直都渴望能够与这些食肉动物共事,这是她一生中唯一想要的自由。 她的热情是如此具有感染力,以至于弗拉基米尔决定在她毕业后加入她,维拉和弗拉基米尔得到了很好的照顾,随着苏联的解体,他们的父亲利用自己的关系,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了惊人的富豪,她去世时留给维拉和弗拉基米尔的财产足够他们三辈子使用。 但孪生兄妹俩对于闪闪发光的生活充满了末世,而是决定追随自己的热情,然后发生了一件几乎让维拉丧命的事件,就在她快25岁时,维拉爱上了鲍里斯,莫吉列为奇,她是一个狂野的人。 弗拉基米尔从他们关系的开始就警告她,她告诉她鲍里斯有联系,意思是她与俄罗斯有组织犯罪有联系,但维拉年轻,她陷入了爱河。 弗拉基米尔的警告是徒劳的,她崇拜鲍里斯,并且守候了她三年之久,毫不动摇,当鲍里斯显然的财富来自于非法交易时,以及有关人口贩卖的指控开始浮出水面时,维拉仍然站在鲍里斯身边,然后虐待开始了。 维拉亲眼目睹了鲍里斯对一个同事的残暴袭击,事后,鲍里斯抓住了她的脖子,并毫不含糊地告诉她,如果她透露她所见的任何事情,将会发生什么。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鲍里斯的麻烦才刚刚开始,俄罗斯执法部门开始关注她的交易。 不久之后,国际刑警组织就因人口贩卖和洗钱指控发布了对她的逮捕令。 尽管如此,维拉仍然站在她身边,现在更多是出于恐惧而不是盲目的忠诚。 有一天晚上,警察敲响了他们在俄罗斯公寓的门,维拉独自在家,她让他们进来。 他们告诉她,鲍里斯是布拉特瓦,俄罗斯黑帮的一员,这个消息让她背脊发凉。 布拉特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他们残忍无情,对人类生命毫无尊重,阻挡他们的人注定要失去生命。 但不仅如此,他们以使用的酷刑方法而臭名昭著,他们对待受害者的一切都被设计成足以震慑任何犹豫被判他们的人。 警察告诉维拉她处于致命危险之中,他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逮捕鲍里斯,她肯定会认为她与她的逮捕有关。 她或者犯罪组织的成员将以她的血来偿还,最终,维拉别无选择,她合作以换取新的身份,法庭审判是一场噩梦,鲍里斯凝视着她。 眼中充满了纯白热烈的仇恨,当她作证时,她在证词结束时俯过自己的喉咙,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布拉特瓦不会停止,直到她因背叛而受到惩罚。 这种不忠的惩罚会比她想象的更可怕,鲍里斯被判处20年监禁,维拉重新与弗拉基米尔联系,改了她的名字,并在他们的遗产的帮助下,搬到了俄罗斯最偏远的地区之一,去做她一直想做的事情,研究野生狼。 鲁生兄妹从俄罗斯政府手中购买了高加索山路的一大片荒野,着手将其建立成为该国最重要的狼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之一。 在这里,狼们基本上是安全的,但俄罗斯的古老民间传说和对狼的传统仇恨,偶尔会引来进入鲁生兄妹的荒野地区的偷猎者,因为那里偏远。 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在保护区内偷猎者造成的破坏比俄罗斯其他地区要少得多。 而且周围几乎没有人类定居点,因此人狼冲突被限制在最低限度,一切都运作得很完美。 在一次这样的偷猎事件之后,鲁生兄妹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声音在这血域荒野中传播得很远。 在一个深夜,他们听到了来自保护区不同地区的两只狼群的嚎叫,然后传来枪声,枪声是不寻常的。 维拉和弗拉基米尔立刻意识到有偷猎者在附近,第二天早上,他们穿上雪鞋,踏上徒步旅行,检查了两只狼群,并查看偷猎者是否有什么收获,像往常一样,徒步旅行很艰难,寒冷令人振奋。 他们呼出的热气在他们的脸周围形成了小云朵,每次呼气时,他们都感到非常幸福,这就是他们一直想要的生活,奇迹般的,这就是他们得到的生活。 维拉在从小屋出发约两小时后发现了第一只死去的狼,鲁生兄妹共用的小屋距离这里有一条血迹,说明狼曾受伤,然后被抛弃而独自离世,弗拉基米尔摇了摇头,这不是另一种仇恨。 他说,这些透猎者不是为了毛皮,他们会伤害他们遇到的每只狼,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它是狼。 弗拉基米尔强调这一点时,随即在离世的狼旁边吐了口口水,一个小时后,他们发现了第二只死去的狼,这让维拉感到担忧,保护区内的两只狼群都很健康。 第一只被称为土拉基或幽灵群的群体由18只成年狼组成,第二只由一对老年狼领导,名为赫尼克或猎人,共有16只狼群中的每只狼都有特定的职责,而这两只死去的狼将被非常惋惜。 维拉认出第二只狼是土拉基的一员,他推测另一只狼也是同一群的,因为狼的领地很少重叠,30分钟后,孪生兄妹发现了第三只狼。 但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场景,偷猎者留下了一只狼家,试图逃离屠杀的过程中。 一只年轻的母狼被夹住了,夹子的强大下颚夹住了他的右前腿,他在试图挣脱时,将肩膀关节脱救了,对于那只母狼来说已经无法救治了,他失血过多。 弗拉基米尔第一个发现了小狼仔,一个大约三个月大的单独雄性,藏在一堆血后面,专心地观察着孪生兄妹,那只母狼几乎奄奄一息。 弗拉正在准备对他实施无痛离世,但小狼仔可以被救活。 弗拉基米尔在背包里翻掌,拿出一根干鱼,扔向小狼仔,他起初往后跳,但随后闻到了鱼的味道,他的嗅觉系统发生了反应,无法抵挡。 小狼仔从血宝后面冲了出来,抓起了小吃,然后迅速回到了血墙后面,弗拉基米尔又扔出一根鱼,这个过程重复了,除了小狼仔不再消失到藏身之处, 而是站在弗拉基米尔面前,仿佛在要求再给他一些。 最终,他们成功地把小狼装进了维拉的背包里,抚养这个孤儿小狼占据了维拉很多的时间。 他喂养他,并试图创造一个让他觉得自己仍然是狼群一部分的环境。 小狼仔对他产生了依恋,并且对他充满了保护意识,甚至连弗拉基米尔也在小狼长大成狼后在他面前都很谨慎,他的突然举动会吓到他。 特别是当维拉靠近时,狼似乎是自封的保护者。 两年后,这只狼突然消失了,这并没有引起维拉或弗拉基米尔的关注。 前一晚,普拉基和赫尼克都发出了很大的声音,孪生兄妹接受了他们的命运以唤醒了狼内部的一些原始本能,并且他已经返回荒野,重新加入了他的家人。 抚养这只狼让维拉和弗拉基米尔对狼的行为有了比以往更深入的了解,他们从来没有试图驯化小狼仔,而是让他自己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路。 因此他在与他们生活时表现出了很多自然行为,维拉正在准备一篇关于他们抚养救助狼的经历的学术论文。 当弗拉基米尔进了小屋时,他脸色苍白,额头上的血管跳动着,恐惧在他脸上显露出来,发生了什么事? 维拉问道,弗拉基米尔,怎么了?他只是摇了摇头,来吧。 维拉,催促道,到底怎么了?他能看出来,无论弗拉基米尔遇到了什么困扰,都是很严重的,难道是偷猎吗? 他再次猝问,在心里,他对此表示怀疑,偷猎不会让弗拉基米尔如此不安。 他为他倒了一杯酒,既为了驱寒,也为了让他放松下来,以便最终开口告诉他。 终于,他带着充满恐惧的叹息说,鲍里斯逃走了,你说什么?逃走了。 维拉问道,他内心拒绝相信鲍里斯已经自由,按照他的计算,他至少还有13年才能被释放。 他昨晚逃走了,弗拉基米尔说,我在城里的邮箱里收到了一封信,是警察写的。 维拉感到一种麻痹感,他曾设法逃避了巴尔瓦的愤怒。 主要是因为鲍里斯在审判中提到了几个名字,他们更愿意对他进行报复而不是对他。 但对于鲍里斯来说,情况不同,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背叛。 他扭曲的复仇感会让他一直追逐他,直到他或他失去生命,他找不到我们。 弗拉基米尔说,你的旧名字已经没有任何线索了,这里没有办法追踪你。 维拉感觉自己的心沉重如铅,不要那么肯定。 他说,他永远不会放弃,只是时间的问题。 他也知道,巴尔瓦会追捕鲍里斯,他不确定自己对此应该有何感觉,但至少他们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安全上。 也许这会让他的注意力暂时从他身上转移,给他一些时间。 但对于鲍里斯来说,你永远无法预测。 他不像普通人那样思考,他的忠诚和背叛感全都扭曲了,这使得他变得不可预测。 此外,他是个劣食者,吸引劣食者的唯一办法就是逃跑,维拉将脸埋在手中。 他逃,鲍里斯会追,这是他的本性。 对于双胞胎来说,生活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 鲍里斯逃跑的消息打破了他们的瓶颈,再也不会是早晨一起出门,在雪野中吹着口哨,毫不在乎,现在他们坐在那里,武装到牙齿,只有在战场上才会有的警惕。 弗拉基米尔在小屋周围设置了一个早期警报系统,如果有什么东西靠近,就会触发警报。 他在小屋各处摆放了各种武器,以便随时拿取。 他还为窗户安装了百叶窗,曾经,双胞胎可以躺在各自的床上,透过窗户看着外面银装素果的俄罗斯童话般的雪景。 现在这样的夜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太阳落山时,他们欢乐的小屋看起来像是应该关注鲍里斯的监狱牢房。 在早餐时,弗拉基米尔问维拉他们是否应该去镇上告诉当地警察他们的困境,以及潜伏在每个角落的潜在危险。 维拉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不,我们不知道鲍里斯的巴尔瓦联系是否仍然存在。 如果存在,你知道他们的情报网络有多么高效,一个贪污的警察多嘴一句就足够了。 接下来你知道鲍里斯就会敲响我们的门。 弗拉基米尔同意,俄罗斯的警察臭名昭著的腐败,如果巴尔瓦真的想要信息,他们会通过敲诈,拷打或更糟的手段获得。 现在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尽可能地保持低调,吸引尽可能少的注意力,希望鲍里斯的问题会消失。 要么警察抓住他再次关进监狱,要么巴尔瓦找到他。 然后,在两个月的高度警惕后,维拉和弗拉基米尔开始稍微放松下来。 他们开始相信鲍里斯正在专注于自己的生存,并且很可能正在逃避巴尔瓦。 他们的安全制度放松了一些,一些笑声重新回到了他们的生活中。 两个狼群也表现得很好,保护区没有偷猎活动。 他们偶尔看到狼群时,可以看到许多新的幼崽已经出现。 弗拉基米尔想要进行一次为期三天的远征,检查狼陷阱。 维拉帮助他整理装备,然后送他离开。 在他离开之前,他们检查了双向无线电的电池。 弗拉基米尔每天早上,每天晚上会报平安。 如果有紧急情况,会立即通知。 弗拉基米尔离开后,维拉在笔记本电脑前安静地坐下。 他正在写另一篇论文,这次是为美国的一个保护思想家协会。 他们正在比较他和弗拉基米尔在高加索山所做的工作与黄石国家公园狼群的研究。 太阳最终落山时,他准备了一些食物,并把双向无线电拉得更近一些。 这时候弗拉基米尔应该报个平安了。 一个小时后,维拉开始感到不安。 弗拉基米尔还没有消息,然后又过了一个小时。 这不正常,双胞胎都习惯于在保护区里独自在雪地里活动,但他们从来不会冒险。 他们总是在报告时间考虑对方,每次都按时报告。 又过了两个小时,维拉拼命尝试联系弗拉基米尔,但他只听到杂音。 他意识到情况非常非常糟糕,夜间触发到荒野是不可能的。 但他决定在太阳升起时开始寻找弗拉基米尔。 如果那时他还没有联系,黎明时分,维拉已经准备好了杯子。 他在侧带里放了一支弗拉基米尔的手枪,并在肩上背上一支步枪。 他检查了弹药,双向无线电的电池,然后穿上了雪鞋。 天空是灰色的,意识着白天会下雪,这将不会是一段轻松的旅程。 他意识到,但对于想象中的弗拉基米尔受伤,无助地躺在雪地上,濒临失去生命的情景,促使他继续前行。 上午中途,他从水壶里喝了几口浓郁的油腻汤,从另一个水壶里喝了几口甜而热的茶,吃了两块三明治。 他小心地把水壶放进背包里,然后重新出发。 根据他的计算,弗拉基米尔不可能走得比雪山的山路更远,而那些山路就在他的眼前,距离不超过一英里。 他一路上一直保持着希望,希望弗拉基米尔只是遇到了双向无线电的问题,无法报平安。 但这种希望正在迅速消失,天空变得越来越阴沉,开始飘起了小雪。 当他低头看时,看到了让他的心沉入雪靴的东西。 一条血迹,甚至连脚印都没有,即使是最薄的心血也会覆盖住他,但足够的血液渗入心血中,形成了可怕的粉红色斑点。 维拉沿着血迹进入树林,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找到了弗拉基米尔的尸体。 他被击中了两次,一次在胸部,一次在头部,一股沉重的悲伤之波迅速袭击了他的整个身体。 紧接着是一股几乎让他瘫痪的恐慌之波,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维拉沉到了蹲下,扭头查看周围环境,然后突然有东西从后面袭击了他,眼前的星星眨眨了一下,然后一切变黑了。 当他醒来时,世界需要几秒钟才能聚焦,他的手脚被绑在一起,绳子很粗糙,像渔夫用的那种。 他被拴在一棵松树上,没法挣脱,暴里斯坐在他面前,邪恶的笑容挂在脸上,他的背靠在一棵松树上,手里玩弄着一把巨大的狩猎刀。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把致命的刀片从一只手扔到另一只手,你可能以为我会忘记你,或者希望我在监狱里去世,或者希望巴尔瓦找到我。 他突然把刀扔了出去,他在空中慢慢翻滚,钉在他腿之间的软穴里,嗯,那没发生,现在,你唯有足够的时间重新熟悉彼此,从我们中间断开的地方开始,我们有未了的交易。 你我,维拉还在头晕目眩,头部因受到的打击而隐隐作痛,恐惧让他瘫痪了,思维也无法整理出秩序,你想要什么,这是他能说出的全部。 鲍里斯的丑陋笑容再次挂在脸上,我们要玩一点游戏,他说,然后我就会结束你的生命,但是首先,我要让你受到严重的伤害。 鲍里斯戏剧性的左右张望,张开双臂继续说道,这里没有人听到你的尖叫,就像外太空一样,那是我们看过的那部电影,外星人,对,就像外星人一样,你觉得呢? 就在维拉发现狼的时候,他的头脑清醒了,这只狼是一只雄性,非常庞大,他正从更深处的树林里悄悄地接近鲍里斯,似乎完全忽略了他,黄色的眼睛紧盯着鲍里斯的背部,而他完全没有察觉,仍在和维拉说话,他从枪套里拿出一只手枪,对准了维拉。 也许我会打你的膝盖,然后让你自由,让你在寒冷中失去生命,或者成为狼的食物,就在这时,狼发动了攻击。 那一刻,他是那样的寂静,就像一根被释放的紧绷的弹性,动物向前扑去,抓住了鲍里斯的肩膀,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握持位置,鲍里斯设法挣扎站起来,把手枪举起来,想射击狼。 但动物太快了,他咬住了鲍里斯的射击手臂,把他拖倒在地,接着,雄性狼压在了鲍里斯身上,维拉听到他尖叫,那种男人临死时发出的声音,尖叫是一种痛苦和恐惧的结合,然后一切都安静了,鲍里斯已经没了性命,狼转过身来,面对着维拉,他的前腿伸展开来,头低下,露出了牙齿,轻轻地从喉咙深处发出低沉的咆哮声,他知道这是攻击的迹象, 接下来他会对他发起攻击,但狼没有攻击他,他改变了姿势,慢慢地走向他,把鼻子埋在他的胸前,稍微摇动了一下,维拉知道狼在试图辨认他的气味,然后他突然明白了,这是他两年前养大的那只狼,他又完全变成了野生动物,但那微弱的辨认使他保住了性命。 当狼转身离开时,维拉扭动身体,伸手拿到鲍里斯钉在他腿间的刀,他成功地挣脱了束缚,然后离开了保护区寻求帮助,这不是他能独自处理的事情,这是一个关于女人与野狼之间关系的奇妙故事。